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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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中国文化的人可能对古著都没有好好地去分析了解 他想象的就是中国文化应该长成这个样子 是他自己去想的 听的人也没有分析的能力就把它听成西 所以中国文化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 已经被遗而传而被一些人的想象已经变直了 那孝道你说他好不好 我们来先说一个 这个美国的古王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曼格先生 他就讲到说他这一辈子很崇拜孔子的外国人 他说我很喜欢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 他就是指孔子 查理曼格说的 孔子认为孝道有的是天神 就是父慈子孝是天神 有的是必须学习 像本章40条 就是必须学习 而且这个学习是要教育的 而且要代代相传的 那你们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思想 你们看在美洲的地方 亚洲人穿升的有多快 这跟他们有这些思想是很重要的 但是查理曼格讲到孝道 其实孝道的功能不只是曼格先生所讲的这 孝道它的功能非常大的 我们如果进入到这40章的观察就知道 不只是在企业是成功的秘密 它更是个人 这一生各种内涵的提升 事业的成功秘密都在校里面 那我们说 论语有各个面向来讲论语 而且论语有讲道有讲德 有讲六经的经义 有讲到这个朋友的香蕉 那论语也有讲到孝道的 那做了这个架构 做了一个架构 架构的学习有多不好呢 第一个要先看 到底孝道有几章 我们总共选了40章 第二个就是一个架构式的学习 把这孝道40章来做一个架构 来做一个科判 分科分判 分科就是分类 判就是判别 它是属于哪一种 哪一类的 是修身之校 还是违政之校 还是受伤之校 还是扮政之的校 那再来呢 这种多面向的观察 能够体会到孝道的内涵 原来孔子的孝道是面面观的 那这个 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了解 他跟孝经的相同 跟不相同的地方 好 那我们会说了 他跟孝经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跟孝经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相同的地方 就是讲到中心思想 讲到一个 讲到一个成天智人的思想 那不同的地方呢 孝经比较约着在上位者说 我们在孝经也说过 很多人都会误会儒家 为什么老是要讲领导人 为什么不谈一些庶民 你要知道领导人如果约束的好 要求的好 叫做只率以正 俗感不正 上正下就正 但是当然下面的 也要有一些的做法 能够让下面的人 指导品德的重要 知道这些德性涵养的重要 所以论语的孝呢 比加约着四根素人来说 当然四根素人 如果做得好的时候 他可以在国家为政 他可以变成清大夫 或者是诸侯命令 或者是天子命令为诸侯的人 所以孔子等于 一方面培养家庭的人才 一方面培养国家的人才 他的一以贯之的思想 就是孝道 那这个孝道 就像一个钟表一样 这钟表呢 这里面有齿轮 有积累 这些零件 有这些壳装起来 孝道也是这样 孝道里面 就有包括大的 小的 大的呢 就包括说 孝道的 孝道它到底能够 成就为一个什么样的功效 比如说 它是一个能够成就 内圣外王的大道 但是小的地方呢 它也包括说 在家里面 要怎么 态度上讲究 心态上讲究 做法上讲究 礼节上讲究 它也包括小的 所以它有大有小 就像这个手表一样 它有它整体的范围 还有它细部的零件 构成一个 非常精准 报时的时钟 那么这就是架构的学习 那用架构式的方 这个学习 论语有什么益处 我们说 我们学东西 常常是这样 就散落一地的株 我们往往从小学 到大学里面 我们学习的东西 都是散落的 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没有意贯之的串联 做架构的学习 就像这种意贯之的串联 这种串联当中 过去我们在台中 李宾老 雪宫老师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架构 他讲经都喜欢用表解的方式 这是他做学问的能耐 这也是我们非常佩服他的地方 而他讲学的时候 往往是做表来讲解 那这也是老人家 这种经学的功力 能够知道把各家汇整起来 而且还有他对各家里面的抉择 到底哪一家讲得比较合情合理 做表说明清清楚楚 而且做表说明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才不会把孔子的话断章取语 第二个才不会把孔子的话 以偏概全 第三个呢 也才不会死直一意 比如说我们孝道 就认为一定只能这个样子 不能其他的样子 就死直一意 第四个呢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会运用 第五个呢 路途走不通了 只好骂中国文化 叫做糟粕 第六个呢 不能走到 传统的文化 不能走到时代 不能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 这也是我们现在 中华文化面临的困境 所以如果在架构式的了解 你才知道 孔子是一个面面俱到 是一个因材施教 是一个能够善于观机 知道该怎么打法 而把这些所达的孝道 凑起来的时候 才知道孔子这个人 他具有孝道的中心思想 以及孝道的面面观 你才知道 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 是最有出路的 就是有中心思想 而且分析问题的时候 非常客观 而且各具面向 而且配合中心思想 请问这样的人 在这个时代 是有出路的还是没出路的 你们大家想一想 中国文化 是不是能够走到时代 还是只停留在古代 可是现在来问 我这次孝心 这个《论语有关》 孝道讲的四十条 我也写一个架构 你们会说 我这个架构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也必须要被检验 你怎么知道我对 还是我错 你怎么知道 这里面要说的三个 第一个 我们读《论语》 你一定要圣选注解 比如说从《论语讲》 要进入《论语集市》 你要知道这一章的《论语》的讲法 写架构的人 他一定要知道每一章的讲法 他不能在那里稀里糊涂地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读了大学 你读了中庸 你知道儒家的方向 你不只知道他每一章的讲法 你知道儒家的方向是什么 儒家的方向就是内圣外王 内里面能够通往圣贤的大道 外能能够调和万民的君子的大道 这是儒家做学问的目标 换句话说 儒家的学问是活用的 不是死的 是可以用出来的 他的精学就是他的体 依着精学能够发挥大用 第三个 第三个我也不得不说 佛经 祖师大德对佛经都有些科判 你参考多了以后 你回过头来 你用这种方式来 这个治儒家 截儒家 你就有非常善巧的方便 这个在佛家叫做陀罗尼 所以这叫做彼此互通 这个张商音 宋朝宰相张商音 他也是说 他学佛他才知道儒 雪如然也是这样 英光大师也是这样 那我们说 如何看出 这四十章的论语 是孝经的精华跟门户 你怎么知道呢 论语不只是孝经的精华门户 论语也是十三经的精华跟门户 我们先说是孝经的精华跟门户 你怎么知道 整个架构做起来的时候 就长成这个样子 中心思想讲的是孝 其次讲到孝道的重要 这个重要里面 就包括了 它是一个能够通往内圣 通往外王的大道 它是一个家庭教育的根本 它是一个修身的起步 它是一个教育的出门出击 所以这跟孝经的章子是一样的 其次这个四十章里面还包括孝道的公恨 恨就是怎么实践孝道 公就是实践这个孝道 有产生什么样的功效 接着还有哪些人是进孝道的典范 四十章的论语就分为这三类 这三类架构就是这样 这叫科判 什么叫科判呢 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在经营公司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公司分类 人事科 总务科 财务科 技术科 他不能稀里呼噜的一群人就在那里上班 判别判别就是说 这件事情是归属人事科 这件事情归属财务科 这件事情归属总务科 这件事情归属技术科 他一定要懂得分类 这才能当老板 这跟写科办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过去佛门有个憨山大师 他本来想要还俗 你知道他的师父怎么认为说 这个人还俗去考试 必然考中或是状元 或是榜眼或是探皇 为什么 因为读书的方法是一样的 整个孝道里面 总说它的重要 分别叙述 孝道怎么行持 它的功效什么 结战 古德里面哪些是尽孝的典范 那公恨当中又分为两个 第一个孝道的实践 第二个孝行的功用 孝道的实践里面 包括说修身之孝 为证之孝 还有父母亲过世了 怎么受伤之孝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到修身之孝 总共有四十条 总共有二十条 总标重要到修身之孝 有二十条 为证之孝 主养之孝 孝行公恨 跟结战苦德 又有二十条 那我们今天是讲上级 下下星期三 讲下级 好 那我们先来说 总标重要 就是孝道到底有什么重要 有什么重要 这个架构里面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说 孝道是通往圣贤 就是内圣 通往君子 是圣贤跟君子 共同的人格特质 你知道在商场上 每一个成功的老板 他共同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就是守信用 他一定有个共同的人格特质 那孝道就是内圣外王 想要通往内圣的 通往外王的 那个人的人格特质 一定是孝 第二个 孝道是整顿家庭 整顿国家的根本 第三个 你蒙以养正的同蒙教育 也是孝 跟我们不是孝经一样吗 孝经在圣之帐里面讲到 圣人要大治天下的时候 要把这个教育落实到家庭 意思就是说 家庭教育 圣人也要给家庭教育一个根本 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 就是没有标准 所以父亲母亲教孩子 是没有标准的 然后到学校去的时候 学校跟家庭的标准 也不一致 到社会的时候 家庭 学校 社会 也都不一致 你想想看 这个人怎么教得好 所以圣人他知道 一定要给家庭教育一个标准 落实到家庭 这叫做蒙以养正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认为 蒙以养正就是家里面 父母亲自己好好地教 不 这一定要国家领导人 是非常精明的 他知道家庭教育要怎么落实 不是国家只拼经济 家庭教育 谁被你教 往往国家把经济拼起来了 人的素质坏了 人的素质一坏了 国家的经济拼好 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拼好了 都是品德糟糕的人 爬起来了 拥有这么多的经济资源 他不拿来奢侈 享受作乱 他还能干嘛呢 那这三条呢 第一条啊 就是 这个学二篇里面的第二章 就是游子说啊 这个人 孝替就是讲他的修身 这个人不会犯上 为什么不 什么叫不犯上 就是这个人懂得在家里面 经营和谐的关系 经营的和谐关系 请不要 请要先从不犯上开始做起 我们小孩子一天到晚跟父母顶嘴 请问家庭怎么和谐 所以从不犯上 游子化龙点睛 那国家呢 你要把国家办政治办得好 你就不能作乱 犯上作乱 比如说什么叫犯上作乱 你这个公务员只是私心作祟 为了你的名利 你去选举的时候 你哪有国家的利益 你只有自己的利益 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把国家治得好 所以游子讲的就是 孝替的人 他才能够在家庭 是经营和谐的关系 在国家尽忠不犯上 经营国家和谐的关系 这个人才是大财 大财要从孝道去讲 可是我们现在 政治的大财会从孝道去讲吗 选举会从孝道里面去讲吗 都不会的 所以眼力都不如古人 真的 难怪政治办不好 难怪 这个很多的气象 不如古人所说的那样 第二个 讲到孝替是 家教是治国的根本 所以孔子说 在家里面办家教 就是办政治 可见办政治是落实在家教 孔子告诉那个人 我把家庭办得好 我就是办政治 这是第二个 孝道的重要 第三个 孝道是 同盟教育的根本 这个 这个是地质规 地质规所依的就是这一张 是学二篇 地质规是清朝李玉秀 他所编的这个地质规 然后是贾存人去改编而成 但是那是李玉秀 个人对这一张的讲解的做法 但是《论语集事》里面 有好多对这一家 这个另有看法 所以坦白讲 你要完整地了解 弟子入者校出则替的这个 你还得去看 《论语讲要》跟《论语集事》 怎么去讲解这一张 那这个李玉秀讲的 有很多的做法 是那个时代可以用 这个时代 得要顺应这个时代 我说过 礼的精神可以延续 礼的做法要顺应时代 比如说 在汉朝人穿汉服 在现代人就不能穿汉服 在古代坐马车 现代怎么可以坐马车呢 古代的马车的礼 到现在要变成坐车的礼 他要有所变更 他有一些变化的 好 那我们说 那该怎么来实践孝道 该怎么来实践孝道里面 分为说 这个修生之孝 为证之孝 跟父母亲过世之孝 你看孝经里面 是不是也有修生之孝 也有为证之孝 讲为证之孝 孝经最多 还有父母亲过世的孝 是在后面 那我们今天的进度 是在修生之孝 总共有二十章 这二十章里面 大体就是分这样 就是说 学经 你才知道要怎么进孝 可见经学的见地 有多么的重要 第二个讲到进孝的方法 告诉我们 要尽力 再来要告诉我们 要珍惜父母亲 在世的岁月 还有 脸色要好看 再来安养 安养就是要让父母亲心安 除了生病 让他心不安以外 其他的你要让他心安 还有 对父母亲的校养当中 要懂得恭敬 态度不能粗鲁 还有 施压不可以大义灭亲 我们法律一定要讲人情 法律如果不讲人情 法律过于刻薄 如果法律不能维护五轮之情 其实法律之长 盗贼之多 老子讲的 果然 现在不是 法律之长盗贼之多吗 每一个人都是巧言善辩 一大堆的法律名词 玩弄法律 保护烦恼 再来 真情之效 真情之效是很重要 还有另名之效 就是 能够在 半政治 能够成为人才 让父母亲 感觉到很有体面 你看这跟 孝亲不是一样吗 再来 诚挚之效 能够把 父母亲的志向 保留 特别是 像周公 保留了文王 武王的善政 连续下去的 臣子之效 还有守道之效 像真子 就是一个守道之效 那 乃至于 敬他之效 孔子见到 穿三服的人 表示恭敬 这个人在敬孝的时候 你要恭敬他 乃至于 这个孝子 能够在家庭 和谐家人关系 而无怨 在国家 和谐国家 而无怨的 孝 孝幻教授 是一个和谐的能耐 我们这个社会 最缺乏的 就是能够和谐的大臣 技术官僚一堆 那是不稀奇的 最重要是 他的德高望重 他的品学兼优 让大家都佩服 他的这种和谐的大臣 在这个民主时代 少佑 觉得很可惜的 再来就是 敬乡礼之效 敬乡礼之效 就是说 你这个人 回到父母之乡的时候 你要对这些长辈恭敬 来表达你对父母亲的笑 如果你对这些长辈不恭敬 长辈对你批评 父母亲都感觉到没面子 那你怎么算敬笑呢 最后 正面来说 原来修身之效 包括这么多 可见孔子的笑道 怎么是以偏概全 我们很多人在讲笑的时候 都是把笑讲死了 执着一张是一张 可是笑道是活的 还有反面来说 笑道也必须要 劝敬父母亲 你看跟孝经的十五章 不是张子相合吗 可见 论语的孝 真的是 孝经的门户 也是孝经的精华 你做科判 你才会知道 你不去做科判 你不会知道的 那我们接着来看看 这个 第四章 就是 学经 才知道怎么敬孝 孔子告诉他的 学生们 叫说 要学诗经 学诗经 可以新 也就是很多的想法 可以观 可以观就是说 你可以观察 这个对那个错 如何让风俗变好 可以合群 也可以劝戒 愿就是劝戒 所以这个人在家里面 他可以合群家里面 他可以兴起家里面 很多的好事 他可以懂得 劝戒父母亲 这个人通达人情世故 在家里面 大家族里面 他可以活络关系的人 这个人到国家 去办政治的时候 就是国家的人才 所以叫做 近的四父 远的四君 这个人是人才 这个人从孝道里面 走出来他人生的顺境 走出来他人生的开阔 那再来呢 这个讲到的是 竭力之效 指下说 娶妻要取得 四父母亲要尽力 四君 也要能够尽忠 跟朋友交 讲究信用 这个人的学问 重在五轮 他很谦虚地说 他没学 我一定说他的学 所以徐昕明老师 上课他说过 真学问在五轮上 这个人如果能够 在五轮上讲究 这个人是真学问 换句话说 读书啊 你比如说读诗经 你能够读诗经 里面知道温柔敦厚 知道这个敦伦进份 你再来学那个平浙压运 学那个草木鸟兽 这个叫做有余力 则学文 有很多人读地指规 就是有余力 则学文 所以不要学文 那叫做书呆子 学文你要学到 五轮的关系的掌握 然后五轮关系的掌握之后 你再来学文 学文帮助你入这个世间 比如说科技 你要不要学 国家现在 走到这个时代里面 有很多心智 你要不要学 你不学 你怎么适应这个时代 所以你不只是博古 你也要通经 你走入时代 你一定要这种能耐 你才能够对乳学 弘扬 你才能够帮助大家 对乳学产生恭敬的心态 你就是一个文化的弘扬者 还有对父母亲的 习仰之效 习仰之效 就珍惜父母亲在世的岁月 在世的岁月不多了 每过一年 在世的岁月就减少一年 要珍惜父母亲的这一块福田 这一块福田 往往比你在外面做很多的善事 都不如你回家经营这一块的福田 那再来呢 还有呢 指下说的 侍奉父母亲 脸色最难 换句话说和颜月色 那和颜月色 对老师呢 当然是要采取比较庄严 但是对父母亲呢 更重要的是那个和颜月色 这些的讲究法呢 都可以弥补孝经的不足 作为孝经最好的注解 那再来 这个孟武伯的问孝呢 孔子告诉他 安养之孝 你的孝是要让父母亲心安 不但让父母亲心安 就是说除了生病 让父母亲不安以外 其他的不可以让父母亲不安 还有一种 要让父母亲安心的是什么 你出去的时候 你要告诉父母亲你去哪里 所以你不要想看这一条 这一条你到公司去的时候 你也必须告诉老板 你的行踪去什么 你做什么事 你做个闷烧锅 你在家里面做个闷烧锅 什么都不说 你在公司做个闷烧锅 我看你活不久了 所以往往家庭的教育 是出外的成败 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 都不晓得教孩子的重要 就放任孩子在家里面 没大没小 他出去的时候 其实是害了孩子 那再来呢 是讲到敬仰之孝 敬仰之孝就是 孔子告诉子游说 父母亲的 对父母亲的孝道 不只是像犬马这样 能够进牢 比如说狗帮人看门 马能够带牢 孝子不但是带牢 帮父母亲提行礼 帮父母亲提行礼 我曾经看到 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的时候 妈妈帮小孩背书包 孩子长得非常的快 妈妈长得像马亦老师 小小的 我就觉得很糟糕 这么快快的孩子的书包 是给妈妈再背 这里叫做敬仰之孝就是说 你要帮父母扶牢 就像犬马一样 所以父母亲回到家里面来 应该要给孩子拿拖鞋 应该要给孩子静静风场 让孩子们学习 对长辈服侍 有些人对长辈服侍 有一个人他觉得很好笑 你知道吗 他说现在年轻人服侍长辈 怎么服侍法呢 他可能腰都扭 腰不小心打篮球都扭到 腰装了钢板 所以人是不会弯腰的 那个比餐厅的 比餐厅的waiter还糟糕 餐厅的waiter还知道弯腰 还知道给你一个笑脸 现在的脸很酷的 就算给你一杯茶的时候 大概那个腰可能是打篮球扭到了 后面装了钢板 所以那是不能动的 所以这些都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搞成这样的时候 你想想看 这个孩子怎么适应外面 所以孔子告诉子游 除了像拳马遮养以外 还要有恭敬心 这个恭敬心也是在 所以说 校养父母亲重视心态 重视做法 重视礼仪 重视进退 你想想看 一个人出去的时候 他能够重视这些 对自己有这些涵养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当然成功的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可以反儒家呢 你怎么可以反传统文化 那为什么会反儒家 反传统文化 我前面就说过 传统文化是A 老师教成B 学生懂成C 就搞成这样 那再来 还有大义之校 大义之校说 你不可以大义灭情 所以社工说 我们家乡的人大义灭情 孔子说 我们家乡的人 没有大义灭情 你大义灭情 你都把亲给他灭掉了 请问你的大义在哪里 你都把父母亲灭了 你还有什么大义 所以法官绝对不能找父母亲当证人 也不能找子女当证人 父母子女是天伦之情 你必须维富的 这些没有读辱家 你都不会知道的 法律如果不依循这个标准的时候 法律怎么去维富善良的人群 法律越多 善良的人群越不见 老子说 法令之身 盗贼之掌 徐晴明老师上课也是这样的感叹 好 那再来是说 真情之孝 孝道 比如说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孩子那个真情流露 那个真情之孝 你知道说读诗经的人 他一定要懂得诗人的真情流露 比如说李太白 李太白最可贵的就是那个真情 我们很多人 他读那个诗 他就说 而且风华雪月 那个不是修行 那怎么不是修行呢 你从李渡王梦里面都看到人家的真情 修行不要真情 难道修行要虚情吗 修行要假意吗 对不对 真情流露不是修行 那请问什么才叫做修行 那再来 另名之孝 就是给父母亲 很好的面子 这一章我们说过 就是说 子贡问孔子 孔子告诉他说 这个人出去的时候 能够把外交做好 让国家 没有损失 让国家能够扬民于外 这个就是上等的读书人 这个其实也是上等的孝 中等的孝是什么 能够在 家族在乡党之间 能够孝顺父母尊敬掌上 经营和谐的关系 这个呢 就是孝子的形象 这是令名之孝 这种名声呢 是对父母亲 是一种荣耀 这种孝子 是比一般的孝子更棒 孙就是这种人 孙的孝道 让大家赞叹 而且孙最后能够成为天子 能够把他的孝道 发挥到天下 那我们还说 诚挚之孝呢 诚挚之孝就是 如孝子 父母亲在世的时候 孝子 他不能够自主 不能够钻断 说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要请教父母亲 所以 这个时候要看他的心智 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要看他的行为 这个人懂得 把好的延续 把老规矩延续 这个人就是孝子 这一条有两个 诚挚之孝有两个 两个里面 两个不叫做重出 不是 是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地址个别记录 那三年五改于父之道 像这个 很难 一般父母亲过世 可能家庭马上改变 马上整修 马上装潢 马上怎么样 其实 有时候保留 有时候 独物诗人 它是一个孝心的表现 再来 还有一个守道之效 曾子这个 守道到最后 他告诉他的弟子们 他的手脚俱全 就是用道来 庄严他的身体 让他的身体 得到善终 用这种守道 来表达对父母亲的孝心 这就是大孝 再来呢 敬他 孔子看到穿商服的人 虽然是年纪轻的 孔子都很恭敬地 表达恭敬 坐的时候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移动为止 经过他们的时候 要快步走 表达恭敬 为什么 是人家在敬校 人家在敬校的时候 你要恭敬他 所以我们一般到商家 千万不要嬉皮笑脸 千万不要 好像在参加同学会 我有一个高中的老师 他在参加商礼的时候 他觉得他们这些高中同学 真的很差劲 为什么呢 到现场去的时候 刚开始还有模有样 最后商家请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画起酒拳来了 什么七窍了八仙了 快倒这样喝起来 他觉得我们这些同学 怎么变成这样 所以你对商家要恭敬 尤其他在敬校的时候 你更要恭敬 你怎么可以嬉皮笑脸 再来就是无怨之校 无怨之校就是说 这个孝子 他能够在国家调和人际关系 叫无怨 在家庭 也可以调和家庭 无怨 这个是一个无怨之校 这个是人才 还有呢 敬以乡礼之校 孔子在乡党的时候 很温和恭敬 好像不能说话 为什么 因为乡礼都是他的长辈 都是父母的亲人 为了表达对父母亲的恭敬 所以我孔某回到家乡 回到这个邻里乡党 我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我像是一个听话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长辈 你想想看 这个给我们多少的教育 孔子这个人 其实是贵为辱国的大师寇 回到家乡的时候 应该是一锦龙归 应该是他指指点点 应该是父母都听他的 他回到家乡 好像不会说话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人回到家乡 也回到家乡的分寸 这个人办政治的时候 又把政策说得清清楚楚 又不是霍西尼 又不是那个霍西尼的什么博 不是 是这个能够把政策讲清楚的人 而且孝子不是只有顺从 当父母亲有过错的时候 而且这种过错的积 积就是说会导向于大过错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懂得劝谏 而且劝谏 还要不改的时候 要按早时机劝谏 父母亲骂你的时候 你都不怨恨 这种耐心 你就懂得对君王的导政 我们往往很多人 他在侍奉君王的时候 侍奉领导的时候 马上就起冲突 马上劝一两次以后 我就不要劝了 反正他是 他是一个臭骨头 一个不能改变的人 我不要理他 不 孝子对父母亲 就是慢慢的委婉的劝谏导政 当他出来侍奉君上的时候 他懂得慢慢导政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朝政很多弄垮的是奸臣 可是有很多弄垮的是忠臣 为什么 手段太激烈 你手段太激烈 你置人于何地 而且那个求素成 可是你孝子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知道委屈婉转 他知道按部求班 你看这个人在办事业的时候 是不是懂得循序渐进 不温不火 不会过分激烈 把事情办好 那最后总结 总结这二十章 庄子说 无声也有哑 无血也无哑 你知道吗 求学真的 所求的学实在太多了 你的人生一定要有重点的学 不是东看看西看看 重点的学就是说 你的学问真的是能够来孝顺父母的 能够尊敬长上的 能够与人相处的 能够建立人格特质的 能够通达人情世故的 你的学问应该在这里讲究的 不是一上来先讲究一大堆的才艺 那些才艺后面可以学 当你是一个被人家所信赖的 被人家所提息的 被人家所赏识的 人家难道不把才艺交给你吗 公司的培训难道还少得了你吗 你是一个能够好学的人 是一个让上面人值得信赖你的人 他难道不会培养你吗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是质地坏的 说话不守信用的 这个自私自利的专门捣蛋的 你学了一大堆才艺有什么用呢 你做父母的如果不在质地上讲究 光在才艺上讲究的时候 请问那是他的出路吗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我们做父母亲的 如果他懂得家教 开始是中华文化 他懂得学经典 是在充实一些内涵的 真的一个家庭的安定 家家的安定 各家所组成的国家必然安定 国家的大致就来自于各家的安定 各家的安定来自于各家庭的教育 不是吗 再来 我们说从这个孝道里面 我们既然知道 他是一个安邦定国的 一个修身齐家的要领 我们当然要讲究他的心态 当然要讲究他的做法 当然要讲究他的进退 当然要讲究他的细节 所以看到这个孝经 或者是论语里面 或是其他像上书 诗经里面所讲的这些 我们当然要注意的去了解 对不对 当你发觉到他很重要的时候 你当然会注意他 戏目到底是怎么个戏法 当然 所以传统文化有什么 别别扭扭的 有什么防文如节的 那再来 我们说 一个人 如果 从小就开始这样的走向 而且经学的建立 从这里去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想想看 这个社会 将是有一个未功发行的人 坦白讲 雪宫老师说过 说一个团队里面 有一个未功发行的人 这个团队 他就有兴旺的气象 一个团队一百个人 里面有十个未功发行 那这个团队就一定行 这团队里面 通通没有未功发行的 你别指望 这团队能够发展什么 那这个未功发行从哪里来 未功发行就从校的子弟来 他懂得替别人着想 他懂得感恩 他懂得回馈 他懂得充实 他懂得向上 他懂得平德的经营 说来说去 中国文化原来是这么好 我们讲中国文化的人 一定要把他的精髓 他的做法 他的效果去呈现 让后面的学习人知道 中国文化原来长得这么美 他愿意去弘扬 他愿意去传承 他愿意去发扬光大 香港中国文化去发扬光大的时候 请问中华民族是昌盛的还是衰败的 当然昌盛的 对不对 所以发扬中华民族 一定要发扬中华文化 发扬中华文化 一定要发扬经学见地 发扬经学见地 一定要重视五伦本质 重视五伦本质 一定要从校道出发 所以这二十章 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反思 那后面的二十章 连结前面的二十章 将能够完整地 陈述孔子校道的思想 作为校经最好的注解 或者校经的精华 或者校经的入门 谁越不移呢 那我们这一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再来有什么问题 再来交流 谢谢大家 下课休息 请不吝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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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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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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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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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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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 文化有效 字幕志愿者